38岁 47分 10个篮板 9个助攻 老战在生日夜打出这样一个 接近50分的一个 准三孙的一个数据表现 力挽狂澜战胜了老爷 对于今天这样一场比赛 我说些了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 我没词了 我词穷了 比赛看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真的有点上眼了 兄弟们 每一次得分 每一次进球都是那么那么的激动 20年了 第20个赛季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13年前 09年的12月30号 生日夜的前一天 老战48分 10个篮板 6个助攻 那是13年前的 在13年后的今天 38岁的年纪 依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不知道在NBA历史上 还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表现 后来赛后统计了一项数据 能做到45加加5加5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 之前有那么一位是敲弹 NBA历史的大小王 果然名不虚传 放下键盘吧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老战还能打几年 做个老战的球迷 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20年了 这20年是多少球迷的青春 陪伴的多少年轻人的一个青春 今天这场比赛 没啥太多总结的东西 整个全队发挥的非常出色 又是托布 维少 施洛德 等等等等都很好 包括后边关键时刻 安德森的那几场那几个表现 几个回合的表现非常非常出色 唯一的一点瑕疵呢 可能就是李福斯 但对于李福斯呢 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之前发挥了快30场比赛了 拉了两场又何妨 我相信他会找回状态 最后再说一句 宾威霜又何妨 38岁仍称王 老战 牛逼 老战 生日快乐